而根据华西都市报记者的消息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十点多 马来西亚沙巴州仙本纳一座四面环海的酒店 遭遇了一伙武装人员的袭击 一名中国上海籍女游客和一名菲律宾籍酒店女员工被劫持 华西都市报的记者在现场目击了事发的全过程 他表示当时酒店员工有60名中国游客 那么其中包括了老人小孩现场是一片混乱 酒店员工称有武装人员靠近 所有人员立刻趴在了地上 情况非常的紧张 之后两人被武装人员带走 有游客表示听见子弹从头上呼吓而过 晚上11点左右 当地的武装警察接到了报警后赶到了酒店 之后酒店方面称有菲律宾叛军开船过来劫持游客